像我的大哥哥的概念 這樣子 他就是也很幽默 然後也會打鬧開玩笑 就是大家都覺得臭豆腐很臭 我也這樣覺得 他感覺蠻喜歡吃香腸的 還有雞屁股 他們也沒吃過雞屁股 他們第一次吃 他們看起來也蠻喜歡的 目前就是在休息 然後但是有一些 戲也有在接洽 然後但是還沒有確定的 就是目前且走且看 夢想還是想要拍一部長片電影 已經還沒有拍過 所以想要試試看 稍微接觸了一點點的法文 然後還有在身體部分的話 有去上一些空班課之類的 當然緊張會有一點點 可是在開始工作之後 就發現其實他們人都非常的nice 然後對我們後輩新人非常照顧 所以後面其實那些緊張感 就慢慢消除掉 所以我跟大家心情在 他私下人 非常 他很像我的大哥哥的概念 這樣說 他就是也很幽默 然後也會打到開玩笑 但是在工作上面 他還是這樣照顧我 這樣就有帶他吃一些比較道地的 像是原住民的山豬肉烤香腸 然後 蠻鍋雪花冰 就是大家都覺得臭豆腐很臭 我也這樣覺得 那他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 他感覺蠻喜歡吃香腸的 還有雞屁股 他們也沒吃過雞屁股 他們第一次吃 他們看起來也蠻喜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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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